欢迎收看《乐活在人间》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做好养生呢 那么到底养生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从日常生活当中 就我们身体的发出的一些讯息 来检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医师 他融合了中医西医的背景 还有自然医学跟传统智慧养生法 我们来欢迎的是尤静伦院长 欢迎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养生很重要 可是养生要从哪里做起 养生要从生活做起 养生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 我们遇到有的病人 他们说医生我已经吃了钙片了 那为什么我做出来骨子还疏松 那有的人说我每天都跑步 那为什么会肩膀疮痛 那有的人说 事实上我的生活已经很规律的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很累 那我是不是肾不好 我吃补肾完有没有效果 那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像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事实上影响股质疏松的原因很多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会告诉他说 那你每天跑步为什么你肩膀会好 你英文不好 你一直念数学 为什么英文要进步 那病人就会觉得 你怎么这样说 可是的确我们有很多问题的解决 必须针对那个问题本身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很多东西它是多方面的 所以我们养生不能只做一件事 如果只做一件事情 那你就会有失望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综合的 一起的全面的来做 我们才能够达到 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 所以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工程 就像我们要盖栋房子 我们每一样部分都要设计好 那么让它每一样东西同时到位 那这样子我们身体的健康 都能够维持 好 因为游院长 他自己的背景 他是念医学系的 就西医的背景 他是一个很正统的医学系的 可是他后来又到 是到大陆 去念了中医的博士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 西医的理论跟中医的理论 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自己贯通了中西之后 你对于这个养生的概念 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东西如果对大家有用的 那么它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冲突 它会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 那当然有关于中医西医这个说法 已经大家讨论太多了 因为我个人小时候身体并不算太好 所以我有机会在小的时候 那么就接触到长辈 长辈大概看我不大进入状况 所以就叫我好好的练气功 所以我有很机会 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这样的东西 因此当我进入西医的这个领域的时候 那么对于跟中医相关的理论 也是很有兴趣去研究 那我们会发现说 很好玩 西医认为有效的 实际上在中医上面并不会有很多的冲突 那么中医里面认为有用的东西 那么我们从西医的理论来看 也不见得会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大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可是人是一样的 一来一去都是以我们这个身体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所以临床上的验证跟使用 对我们来讲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是 好 所以游院长你自己的本科系是骨科吗 我是骨科 是骨科 所以在您的这个门诊里头 最常被问到的养生问题是什么 事实上骨科的病人大部分来 绝大部分98%都是以痛为第一个诉求 所以人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当你痛的时候你才知道难过 你才发现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讲说 当你痛的时候就是你在身体告诉你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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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来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当你到发生痛以前 它都有一些有一个相当长的潜伏期 所以你在前面你不觉得痛 你只是觉得它硬硬的 酸酸的 重重的 有时候不大听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本能就会让它去休息 然后让身体做一点调整 可是我们常常 现代人或许蛮辛苦的 大家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 身不由己的事情蛮多的 那么累积到一个程度才会来给医生看 所以当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时候 都已经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历程了 所以刘医师你自己个人觉得 养生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养生应该是这样 养就是一个保养 生就是我们的身体 那么我们的身体事实上 有非常好的修复能力 所以我们身体受到的伤害等等 自己都会把它修好 可是在这些早期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一些讯息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对它已经造成伤害了 那你应该能够了解这些讯息 提早尽量把它顾好 所以每个人有一个身体 那么每个人时间 在每个人身上的刻画却是不同 一样过了五年十年 我们在门展会看到 有的人像我当医生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么我们就看到以前的小朋友 现在都变成大人 带着下一代来的 那以前的年轻人现在变老人了 那以前的老人很多可能不一定在的 那每个人时间上是公平的 可是结果会不一样 这跟他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遇到一些痠痛 或一些身体不好的人 我会问他说 那你怎么把它弄坏的 大部分的病人听到这句话 会有点压抑 那我就是生病啊 你怎么说我把它弄坏的 我说一定有原因啊 比如说肩颈疼痛 我最常问的就是 有没有在沙发上睡觉 有没有躺着看书看电视 有没有看报纸 那有没有坐很久 那这个时候病人开始 脸上就会有一点变化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有没有猜对了 那以前的年轻人孩子呢 以前寒暑假 打球受伤 现在不是 年轻人腰痠背痛 七八岁就腰痠背痛 都在打电动是不是 是 你好厉害 答对了 那我们一讲的时候 妈妈在旁边就说 你看你看 我跟你讲你都不听 这下的医生 以前是叔叔 现在是伯伯都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说从这种小小的地方 我们就知道 这种累积的结果 是一个很可怕的例点 好 所以养生就是 保养我们的身体 从日常生活当中做气 那刚才这个 尤医师你有提到说 你从小 因缘际会当中 有接触到气功 你是几岁开始练气功 大概是小学六年级左右 小学六年级会对气功 因为我那时候身体不好 有这样子的连结 那么我当小学六年级跟国中 我那时候过敏得很厉害 所以当冬天的时候 躺下去鼻子就塞得很严重 所以大家现在听我声音 还是比较沙哑 很有磁性 我只要跑一跑以后 那么咳嗽就会喘 所以那个时候 那时候也看了很多医生 爸爸妈妈也很辛苦 可是也找不到好的方法 后来一个前辈就说 你就照我这样子做 你做了以后就可以了 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 那我后来以为 我自己比较有点天赋 会认真 后来想想不对 被逼的 因为那时候你只要不练 那么就不好 那练就会好 那这样经过了一个冬天 几个月过去以后 你就得到一个体会 原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对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可是那时候还小 那时候的目标只是想说 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变好 让自己少受一点罪 可是有时候就是 人生的事情是这样子 你有了这个机缘 你就会遇到更多的人 他跟你讲 你也接触过 我再教你一些东西 所以这样几十年过去以后 也很感谢很多老师的指导 那像刚才我在这个 游医师的背景当中看到 所谓的自然疗法 自然疗法是什么呢 目前自然疗法 如果我们以西方来讲 我们比较好的分法 应该是一个现代语学 跟一个传统医学 那么在西方医学里面 他们有一个区域称它为 自然疗法 就是Naturopathy 那么它也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算是一个西方的传统医学 加上新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方法进去 那基本上他们比较主张的 就比较不会用我们现在的西药 那有人称它是一个化学药 那他们会比较用自于大自然 取自于大自然 用自于大自然的方法 那我想这是一种概念 那这种概念在西方的医学里面 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系统 但是跟我们现在所守医 守医师的这个西医跟中医 就不一样 那它在国外也有完整的教育系统 也有很多的精神 也值得我们去参考 所以自然疗法的主要精神就是 不以药物作为治疗的方法 应该是说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就是非以现在化学合成 以及一些人工的方法 那当然我们要怎么样称它为自然 实际上人跟大自然 本来就是一个互动 所以我们在最原始的医疗的过程之中 也是从大自然里面去取材 那我想它的精神在这方面 是掌握得比较好 是 好 那因为刚才院长提到说 你因为小时候就是气管不好 容易气喘等等 所以你就接触了气功 但是后来因为你进入了是这个 很难考的这种医学系 然后后来也当了医生 很多人说医生是一个 会容易爆肝的职业 因为太辛苦了 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对的 在我们的养成过程中 根本是在一个很辛苦的环境中长大 从念书的时候就睡得比别人少 那么科医也是很繁重的 那进入医院以后呢 医院的病人 尤其住在医院里面 你是24小时需要有人照顾的 那谁来担任这个工作 当然是医护人员 所以医护人员呢 那么有的是可以轮班 可是在我们的养成过程中 尤其外科系统的养成过程中 我们常常是靠着熬夜的方法 去度过慢慢长夜 所以呢 即使是离开了 慢慢成为组织医师以后 你也会很遇到紧急的状况 那这些情况你都必须牺牲你的睡眠 来帮病人呢 达成应该有的照顾 所以这样的行业 当然在身体上的照顾 可以教人家照顾 自己不一定顾得到 真的耶 这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很难回避 因为这是一个责任 好 所以通常你的这个医生朋友 因为你自己 我相信你重视养生的啦 但是你自己观察这种 你的这个同学啦 或者是医生同僚 有常做运动或重视养生的多吗 大家都知道道理 那么也有很多努力在做 可是呢 做不做得到 没时间做 很多人有进步空间 对 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是 好 那我想这个问题 也不只在我们医疗期 像台湾最重要的龙头产业 电子业的朋友 也是一样 也都是这样 各行各业啊 那我们警戒的朋友 交通运输的朋友 对 都是这样子 是 所以每个人呢 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好像如果讲到后来 都只有说身不由己 那这样就对自己很不好了 是啊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很简单的养生的概念 或养生的基本动作 然后慢慢变成习惯 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 比较健康一点 这样讲也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养生的资讯太多 我前几天从那个Google 那我打养生两个字 然后呢 有那两亿多笔的资料 那这个东西谁看得完 是 所以呢资讯很多 可是我们在临床上 遇到的问题是 大家不一定做得到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所以呢我们就会把一些 基本的概念做一个浓缩 看看怎么样让大家 能够做得到 如果做不到的事情 讲再多也没有用 是 那让大家能够做得到 而可以容易做简单做 最好要快乐做 是 这样子你才能持之以恒 没错 才有效果 是 好 所以这个 尤医师他出了一本 极简养生 这里面主要的概念是什么 在这边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身体的这养生的概念 我把它浓缩成七块 那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要注意你身体的讯息 那第二个呢 你要注意你的饮食 所以我说要吃得巧 现代人不是没东西吃 是不晓得吃什么 或者乱吃 那第三个呢 睡一定要睡得好 人跟大自然之间的时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 那再来呢 我们把身体的所有的运动 我把它归结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腿要强 腿要强 嗯 下肢一定要有力 哦 对 拥脚就对了 对 拥脚对了 这个是老方法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么再来腰要软 腰要软 腰要足够的柔软度跟弹性 OK 跟爆发力 还有呢 肩膀要松 肩膀要松 尤其电脑一打以后 肩膀很难不松的 还不是不紧的 对 那么再另外呢 就是最后一个 我称它气要足 气要足 除了练气要足以后 要让你的精神跟整个体力 还有心情的状况 也要能够很良好 那把它归结成这样一个 七个重点 应该大家来做 就会容易得多 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要检视一下 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了 马上回来 好 刚才游医师也提到了说 他觉得简易的养生 其实就是很简单啦 跟我们的这个 腿也有关系啦 腰也有关系啦 然后跟我们平常的这个 睡有没有睡得好 也是有关系的 吃有没有吃得巧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检视 我们这边有一个 身体健康危机指数的 自我检测表 怎么样的检测法呢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的很多问题 都来自于生活之中 可是大家会忽略它 因为你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 工作还能做 大家就满意了 对啊 日复一日 所以我们也有遇到病人 我说你肩膀怎么痛这么久了 他说还能动啊 那我说那你的标准呢 蛮低的 那有的时候他腰痛 那因为他都说工作没办法 所以说 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样子 以工作为先 那么把身体的这个状况 就都放在后面 因此呢 我们就帮大家做了一些建议 我们提到说 生活之中 有哪一些个问题 可能是会影响到你健康 你去容易忽略的 第一个就是作息的不规律 那这个很容易被忽略 那有人开玩笑说 都是爱敌生害的 现代人很方便啊 你爱什么时候工作 就什么时候工作 那现在有7-11以后 你爱什么时候吃东西 就什么时候吃东西 没错 所以方便的不得了 但是呢 你跟大自然已经失去了 这个相关的规律 第二个就是工作的压力大 我们在门诊呢 也帮病人做了一些 很久去的检测 就是用不同的年龄层 大概就是学生以前 那么进入社会以后 那么退休以后 那让他自我的感觉 觉得他的压力 是很轻微 还是蛮中等 还是很大 还是大的受不了 结果我们发现一个 两极化的 很好的现象 就是学生的部分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们对压力的调试 还算不错哦 他们很少觉得自己受不了 都是中等的压力 因为别人都受不了了 对 那年轻人常常会告诉我们 干嘛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我想这个是不错的 可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呢 进入社会的工作 那个阶段 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每个人就觉得 自己压力很大 那么到年纪比较大的以后呢 还是有三成的人 觉得压力很大 即使是退休的 那退休以后呢 妇女朋友 那么都觉得压力 多了比较多 那他都是关心别人啊 担心大的打小的 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说 你要给自己打这么大的压力吗 那他说都已经这么多 你压力都这么大了 还是继续压下去吧 所以工作压力呢 是对于现代人来讲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再来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 那这些年吃东西 大家越来越害怕 尤其今年 今年在饮食上算是最恐怖的一年 所以到后来呢 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 所以说大家不是没东西吃 那现在人呢 外食占的比例非常的大 太多了 太多了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 像我们也难免 是 那外面的食物就有两大类 一类是他煮好的 那一类呢 就算你买回家好了 你到超级市场去买 你可能也会提了一半 是人家已经加工好的食品 各种丸子啦 包子啦 各种做好 那你都很难去了解 这中间的内容 所以我们很难像过去一样 去选择自己要的食物 可是说人家帮我们准备了什么 那我们也常常看到 他一个美丽的包装 跟一个很好的味道 会产生一些冲动性的购买 那这个时候也会发生 那再来就是说 缺乏适当的运动 还有压力解除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可能后面 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来谈谈这个部分 怎么样用一个 简单的运动方式 能让自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那运动的目标到底在哪边 还有呢 就是说家庭 还有社会上的这些压力 那这些压力呢 常常生活在我们的周围 甚至于10年 20年 30年 50年 你很容易去忽略它 可是它会影响到你快不快乐 以及你又没有活力 好 所以这个检测方法 是不是在以上这6点 观众朋友可以 依着这6点 然后去看看 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已经有3 4点以上都觉得 我生活的确是作息不规律 压力觉得很大 饮食也不规律 经常外食 然后也很少去管饮食的内容 只要吃得饱 吞得下去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代表什么 应该也这样子讲 现代人来讲 这些压力都有一些 那我在里面有提到一些检测的细则 那么假如你有一个问题 对你压力比较大 就是没有做好 那你到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 那么你如果有两个三个的话 那表示你对生活上面的这个问题 健康的问题 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危险存在 4个以上我就称他四面楚歌了 你这么多的问题 那你的身体能够承担吗 而且这些东西 它会互相交互影响 比如说当你饮食上面 没有顾得很好 那么你对压力的承受能力 也会变得比较差 那你有家庭的压力 那么这个常常跟工作的压力 也会互相结合在一起 那这会让人家更喘不过气来 是 好 所以我们就好好检测一下 包括从第一个 生活作息不规律开始 有哪几个选项 可以来看看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边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第一个 经常熬夜 那有时候我常常在外面演讲 我都会说 昨天晚上 10点钟以前睡的人举手 不可能啊 现代人10点钟以前很少的 对 那如果说你看 往11点 那12点以前睡着举手 还是有些人不举手 那后面的话 大家就知道看着办 那今天早上呢 早上有没有睡得很晚 那如果今天他们是要上班的 大概比较没有问题 对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假日演讲 我就会提醒大家说 很多朋友啊 现在还在睡觉 那你们大家很了不起哦 这个时候就已经在 这么起来了 这么起来了 是 那另外就是跟睡眠障碍有关 比如说长时间的睡眠不足 那么这个部分呢 不管在台湾 在大陆 在欧美 在日本 都有做过相当多的统计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并对自己的睡眠 并没有很满意 那么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很容易醒 然后不好入眠 浅眠 浅眠 容易醒 醒来以后不好容易再睡觉 而且多梦 多梦 对 所以睡眠的品质差很多啊 一样睡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么一个良好的睡眠品质 让你早上起来觉得精神非常好 可是睡眠的品质如果不好 那你常常呢 早上起来精神就不好 那这个东西跟睡觉的时间跟长短 也不一定有完全的关系 那有的人睡觉的这个习惯 自己是会把它搞乱的 爱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还有呢 现在人最重要是轮班的工作 对 有一些人轮班工作 他们说身不由己啊 那轮班工作的部分呢 也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危险的因素 不过我中间也会跟大家提到说 假如你真的必须轮班 那你就要去了解轮班的规律 比如说有的人他是长期大夜班 那我们就会直接告诉他 那你的夜晚要比别人的白天更加美丽 你的晚上就是别人的白天 所以你就把它直接倒过来 那有的时候要轮班 那我们比较好的轮班 一般我们班会分大夜班 小夜班 还有白天的班 那他有一定的顺序 如果说公司在排班的时候 依照着顺序来走 大部分人比较容易适应 可是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人 他们在公司的排班方面是很凌乱的 那这时候我都会叫他们跟主管做个建议 那一建议以后 你所有的这些轮班的员工就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么这么多个问题里面 这四个问题里面 假如说你每一样有的话 那我们可以开玩笑说你这一项就当掉了 那如果只有一样呢 只有一样的话你要努力改进它 那如果两样以上对于你来讲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好 所以第一组的生活做起不过率 就我来讲我发现我四个都没有 其实我很少熬夜的 早上也还蛮早起的 因为要送女儿上课 这个长时间睡眠不足并不会 还好现在没有人办工作 我以前在播新闻的时候 早早晚晚非常的混乱 大夜班播到12点 然后回家都是一点多 洗完梳洗完两点多 所以睡觉已经三点多 然后早上九点多十点起来 然后有时候还要播早班 可见我那时候多菜 然后又要播夜班又要播早班 就会觉得好像整个身体状况非常的混乱 有一阵子好像内分泌还失调 是啊 所以我们有遇到很多 所以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压力 像我遇到一个小姐 她先生带她过来 那身体非常的僵硬 那她说她已经看过太多的医生 都没有笑过 我说啊 那他们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一看怎么都这么硬 那就问一个 你怎么睡觉 结果小姐就不讲话了 脸色就蛮难看的 然后先生在旁边就很得意了 她说你看你看被问到了 原来那个小姐呢 晚上呢她会看电视 然后上电脑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那个网路也很方便 她可以上去呢 白天看家里的电视 晚上再上网路去download的 她就去看 那么白天的时候呢 她就变成去睡觉 那跟家里人的这个作息呢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问号的方法之下就不会好 所以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说服她 说你真正的问题可能在这里 而不在于呢你原型想的 什么关节炎啊什么的 好像都不是这个问题 那对于这位小姐来讲 她说已经习惯了 那我们就会很狠跟她说 坏习惯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坏习惯 那当然也很谢谢她也愿意听话 结果等到她后来跟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生 跟先生的感情好很多 因为他们有时间相处啦 对啊 那原来的时候呢 她一直在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家庭的和谐 也有影响 是 没错 好 所以这个是生活作息不规律 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自己的状况是如何啦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作形态压力大 有几个指向要来看看的 那么工作压力的话呢 在我们一些职业的范围里面 也有各种不同的量表跟指标 那我们把它比较符合大家的想法来这样讲 第一个就是压力大不容易适应 那当然这种压力的情况 可能来自于上级的一个交代啦 等等不同的情况 也可能因为工作有挑战 业绩需要去完成 可是我们常常会告诉大家说 这个时代大概很少人没压力 就像有的家庭主妇 那或者老婆婆 老婆婆你理论上看 她应该没什么压力的 她也关心很多事情啊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 哇那你怎么关心国家大事 她就开始笑了 那我说你国家大事不大需要关心 那很多事情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我们从现在人来讲 谁越能适应这个压力 谁就越能够在现在的竞争之中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工作的一个形态 就是说你的知识 比如说呢我们每年四五月份 那看到肩膀酸痛 我就会说小姐姐是不是做会计的 会计做这样的月份 对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压力会很大 那最近的话呢大概都在看做食品业的 他们要从中元节买到中秋节 中秋节买完以后小休息一下 要过年了 对那过年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食品业的朋友就会特别多 所以这个跟你的工作形态有关 那有的人进来我们就会说 小姐你工作很认真啊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 我说老板有没有帮你加薪 他说该加的 我说你是不是一坐好几个小时都不起来 他说对啊 那因为他说因为一忙 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变得要强迫他 那学会在工作的中间过程之中 能不能够学会休息 学会让自己放松 那有的人放松的时候呢 他就去喝喝茶 然后帮助周围的邻居 看看别人有没有做好 那说那你也没放松大 那你必须呢 做一些适当的伸展的运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工作本身的知识 比如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呢 他是来自于工作本身 你的工作形态就会 尤其以现代人来讲 服务业的很多 那有的人是担任仓储工作的 那他甚至于也要搬一些东西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协助他说 你用一些护腰 你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的工作要用腰力 那你的腰一定要比别人强 这是你吃饭的家伙 那有的人来 他说我是做家庭代工 那你一定知道时间就是金钱 多做一分钟就是多赚一分钟 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服他 说我们国家的规定劳机法 是八个小时工作 那你家的工厂是超时工作 一定要跟他来讨论这个故事 强迫要休息 还有就是环境的问题 这个就跟职业病比较有关了 然后过冷过热 有一些粉层或一些化学物质 那这就是要看公司 来注重员工的健康 提供一个安全 而且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生活环境 是 好 所以这四项里面 观众朋友你自己审视一下 自己的状况 看看你的工作形态 是不是造成你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来检测 好 我们继续来检测一下 我们来看到这个饮食不规律的部分 请问一下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不吃早餐或三餐 都没有定时定量呢 或者时常饮食过量 第三种是 吃东西的时候非常的快 而且有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吃东西 所以有这三种状况的人 就表示他饮食是不规律的 饮食的规律很重要 那我们在门子里有遇过那个小姐 那一进来呢 你要帮他开药 他就说他胃不好 因为我说你为什么胃不好 他说我妈胃也不好 那他就把这个胃不好的责任 就推给妈妈了 那我就说 那你是说妈妈没帮你生好吗 那我说你早餐吃了没有 他说没有 那为什么 他说我在减肥 那所以呢 像这种饮食不规律的情况 我们会常常遇到 那现代人尤其很忙 那他早上没有时间把它吃好 比如现在门诊 喂食道逆流的病人也很多 那中间有一个都是吃东西太快 那他一般告诉你的原因 就是没时间吃 这样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这样不知不觉之中 你的整个消化系统 也会受到压力 而且当我们在一个 很匆忙的情况下 来吃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的整个消化的 这个分泌系统 也就是一些胃液 拖液等等 也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 那这个时候 你整个消化的机能就会差很多 是 好 所以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要怎么吃 吃得巧 没有时间你要给自己时间 所以有的人说早上那么匆忙 那我说你可以早十分钟起床吗 他说习惯了 那我说你可以晚十分钟 早十分钟睡觉吗 那想想 都可以调整 那如果再不听 我就会说 那如果你这样的情况 你再过三年 你的问题都一样存在 因为你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 那么你因为过去 这么样的匆忙 所以让你的身体承受 这么样的一个不快乐的事 你为什么不去改变 所以我说 那这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武断一点 我说好 回家呢 今天开始提早十五分钟睡觉 下个礼拜考试 这样子 是 好 所以饮食不规律 自己也来检释看看 可以做一些调整 继续再来看到 忽略饮食的内容 这个内容蛮多的 来看看 饮食内容不平衡 有没有偏食的状况 或者是你吃的东西 热量都过高了 或者 蔬菜水果吃的不够 外食多 而没有加以规划 常常吃含糖的食品饮料 或大量比较精致的淀粉 或者经常吃垃圾食物 缺乏必要的好油 过量刺激性的饮料 喝太多了 或者是喝过量的酒精 抽烟等等 那么这里头呢 我比较好奇的是 外食多而未加规划 外食也可以规划 外食要规划 如果我这样子很简单 请问主持人说 你昨天吃什么 我昨天吃什么 昨天晚上吃什么 昨天晚上吃什么 我特别有点忘记 昨天中午吃什么 今天中午吃什么 那这样子一个题目呢 并不是在考你的记忆力 那应该我如果问说 你昨天晚上吃的健不健康 那昨天中午吃的健不健康 那今天中午吃的健不健康 那如果你今天中午很可能在 吃便当 那么这便当里面还有什么成分 那大部分的人呢 其实我自己也会忘记 我一定吃什么东西 可是你要知道你吃尽的就是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上个礼拜天呢 那么天气很热 那我经过一个百货公司 那我就算 从百货公司走出来的人 大概有80%人手上有一瓶饮料 那年轻人几乎到90% 那么这些饮料我们看一下 它都含糖 那么糖这种东西 在原始的时代 在我们老祖宗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很珍贵的 因为大自然里面除了蜂蜜很甜 花蜜很甜以外 并没有那么多甜的 那么即使在几十年以前 糖啊 不管是从蔗糖或从甜菜 它都是很稀少的 可是现在我们接触的糖很多 像我们看一般那种 铝箔包的那种奶茶 一包呢 大概差不多150大卡 那你如果是60公斤的人 60公斤的小姐 工作量不大 做办公室的 那么你一天 大概1800大卡左右 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只要喝那个奶茶 喝12盒 你今天的饭就够了 就够了 对 可是呢 现在的人呢 一天喝 如果尤其年轻人 早中晚 今天去看电影 先买一盒吗 看完电影出来 再喝一盒吗 那下午出来 再顺便在那个店上 再买一杯 所以说我们的热量的社区 我们常常去忽略它 那外面呢 外食呢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叫它叫做口袋名单法 那意思就是说 你有机会出去外面吃 你可以把它分两类 一类呢 是好吃的 那么场地好的 气氛加的 那么下次主持人来可以请你吃饭的 这种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营养好的 食材新鲜的 烹饪的方法呢 比较有新鲜 而且不会太油太腻 那而且呢 我想吃的东西 健康的食物它都有的 那我们就把它分两类 那你如果去这家馆子 或这家餐厅 或这家店买的 你觉得它很好 你就算它OK 你下次就可以运用 那如果它不好 当然就被你排除了 所以你每天就可以看看说 我大概吃了哪些个食物 那么一个礼拜 有时候在外面匆忙以后 你可以做检视 这礼拜所吃的东西里面 刚好蔬菜很少 水果很少 所以你应该要做一个补充 所以要把它记录下来吗 不用 你只要去关心它 你关心一阵子 你就会搞清楚了 那另外很多外食 我们也有一个说法是说 你不要再固定一家电池太久 我们最近的饮食常常会被踢爆 就是这家很有名 结果最后被踢爆了 那实在是心中不晓得怎么说 因为还介绍很多亲戚朋友去吃的 所以以前的那个 这叫做分散风险吗 分散风险 是 所以以前人家说 以前的皇帝吃东西 一道菜他不能吃两次 因为他怕人家下毒 那我们现在怕不怕人家下毒呢 好像越来越害怕了 所以你就要把它分散 不要在同一家吃太久 就是说你有一个分散的一个机制 那你对于吃的内容 要也做一个规划 是的 好的 好 还有一样是 缺乏必要的好油 什么叫做我们必须的好油呢 这个油的观念 这些年来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像我们现在还是在强调 低糖 低盐 低脂 可是脂肪的部分呢 大家都怕它摄取太多 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低脂比较好 那尤其在美国 美国的话 他们特别强调 可是很多食物强调低脂以后呢 整个健康状况并不见得 有非常大的改善 那原因在于哪里 就是说我们好油的观念 越来越强调 那这个好油就是要含有 所谓的必须脂肪酸 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脂肪酸呢 是我们自己身体不能够制造的 那么至于像一些动物性的脂肪 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 所谓饱和脂肪酸 这个是尽量能够减少 可是即使在这个植物性的油里面 那这些年来 大家特别讨论 Omega 3跟Omega 6的问题 那这是属于两类重要的必须脂肪酸 那Omega 6在现代的饮食的比例比较高 那Omega 3会不够 那Omega 6大部分处在于 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这些素食油里面 大豆油啦 沙拉油里面都有 那么Omega 3呢 那就会处在一些比如说深海的鱼类 还有像那个亚麻仁油里面 那现代人的饮食里面呢 Omega 6常常大于Omega 3的比例高很多 所以越来越多的营养学家 就会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减少 第一个饱和脂肪酸当然要少 可是第二个呢 即使在非饱和脂肪酸 就一些植物性的油里面 那么也要增加Omega 3的摄取 而减少Omega 6的摄取 是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找到我们自己身体所需要的好油 这很重要 所以这几项饮食的内容 你是不是看看 是不是都忽略了呢 就自己就可以做一些解释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看 是不是缺乏规律运动或施压的方法呢 第一种 不常运动或极少运动 所谓的不常或极少运动就是 每个礼拜运动小于三次 或每次时间小于三十分钟 我就是这样子啦 没有良好的释放压力方法 或者下肢缺乏锻炼力量不足 也是一直强调下肢 为什么一直强调下肢 因为下肢的力量 光照我短短的二十年来看 那么现代人的下肢的力量损失得非常的快 因为我想我们的父母 祖父母那一辈 他们每天站立的时间 甚至于做很多初衷的工作 站了时间很久 对 那个腿没有力量 怎么种田 我们都坐着 怎么做工 对 可是现代人都是坐着的 而且呢 有些年轻人还这样子 还没发育完全 就已经黏在那个椅子上 一年就黏很久 所以呢 理论上来讲 随着这个大家工作形态的改变 应该下次的复合 比如我们的髋关节 细关节 脚踝的压力应该要减少 关节要减少 但事实上在门层看 不是 眉宁层反而下降 那这些容易有关节炎的 我们可以发现很年轻的时候 肌肉力量就会不够 所以我常常会跟他说 哎呀 我说我如果闭着眼睛摸你的脚啊 我会帮你才六十岁 那这个他就知道事情严重了 那也有很多很年轻的年轻人 他平常都是坐着 盘着腿 那么这样子 下次的肌肉力量 就是损失得很快 所以这是生活习惯很重要 是 好 所以运动也很重要 就是一个礼拜至少运动三次 每次半个小时以上 我们以前有所谓三三三的理论 可是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 那后来也有人讲五三三 一个礼拜要做五次 那更难 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 发现就是说 即使你没有做到那么多次 只要你有做 都比没做好非常的多 是 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那么运动的部分呢 就是说运动有一些目标 比如说我们要强化肌肉的力量 增加关节的柔软度 增加你的平衡力 增加你的心肺功能 那这样子你把运动的目标 都可以讲得很清楚 是 好 那么运动的部分还包括了 腰部是不是经常觉得酸痛僵硬 肩膀是不是紧绷 活动受限 颈部紧张 经常感到僵硬 或头部经常感到头痛 或很紧的感觉 那这些都是跟我们缺乏运动有关 有关系 我曾经在一次大学的演讲 那么里面做的是大一的学生 那这样子两百个人摸过去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肩膀脖子都有痛 你说医生你就这样一个一个摸他的身体 没有全部都摸过去 就是我们大概取一点的样本 那大家就会发现说 原来我这么年轻 肩膀脖子都硬邦邦的 是好 所以这个运动是绝对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来就是家庭跟社交的压力 家庭关系是不是紧张 职场人际关系 还有社交人际关系的紧张 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危机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危机 因为压力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在门子里面 有时候遇到一些长辈 他信任你的 那你拍拍他的肩膀说 阿姨你很辛苦 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原因是因为这么多的压力 让他完全没办法放松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要先 兼当一些心理上的建议 那如果能够让他学会这样子看轻松 那么这样子他自己就会知道 怎么把自己调好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做了身体健康的危机指数 自我检测之后呢 这个游医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要给我们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做出来 哇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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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太多项了 要该怎么办 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 你是怎么把身体弄坏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 所以呢 不能帮病痛倒果为因 不要把病痛倒果为因 我们最常被遇到的时候 我们会长骨刺 那我们看到 要是光上如果有看到 我们就说还有一点轻微的骨刺 那骨刺弄掉了是不是就好了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会长骨刺 就是说一个退化性关节的现象之一 事实上腰椎的退化不是只有骨刺 还包括肌肉 关节 韧带 椎间盘 以及神经周围的一些组织 所以呢 今天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都是我们常常是过度使用 或不当使用 所以你要去改变的是原先的这个重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开玩笑 我说骨刺也是受害者 是因为你拼命地让它 然后让它不断地增生 那当然有一些人是因为骨刺增生 去压迫到神经 或周围的组织 那来做这些处理 可是假如你做了处理以后 你没有从自己身体的保健去做 那问题很容易再发生 好 那第二点是 第二个就是说 身体超过的负荷才有症状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说 你痛多久了 他说三天 我说不对 想一想他说三个礼拜 我说也不对 他说三个月 我说再早呢 他说三年前就受过伤 那就是说你很早以前 你已经受了伤害 可是呢你忽略它 那你平常就觉得有点点痠痛 你也得熬得过来 所以呢我想每个人 在这个身体的保养事情上面 一定要及早防范 当你身体告诉你不对的时候 你就要重视它了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 自觉身体的警讯比 健康检查还要重要 健康检查很重要 可是健康检查只是表示 你当时的状况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会遇到说 听人在说才刚做的健检 怎么又长了什么东西了 因为它代表的是当时的状况 那有很多人做了健检以后 就是把报告带回家 然后呢看到有几个红字 叹一口气 那明年呢看看有没有增加 所以呢我们身体会告诉我们 很多的讯息 这些微妙的讯息呢 在身体的这些指数 就是我们健检上 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爱护它 这样子你的身体 才能真正的健康 是 好 这个部分大概是主持人这边 也准备了一些资料 是 那我们可以看看它有一些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因为有一些不见得 游医师它完全的赞同 但是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 包括了生活养生 每天保持三次排便 会太多吗 应该是这样讲 在我们的标准教科书里面 你上厕所呢 从一个礼拜一次 到一天五次六次都算是在正常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 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交的活动 我们有工作的活动 所以很多人呢 真正维持一天一次排便的不多 那超过三天以后才排便一次 所以显然的不好 那么如果一天有很多养生的理论 会认为说一天有三次的排便 那么可以减少身体毒素的堆积 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做得到 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啦 对 所以我们在排便上 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要养成规律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那你就不能太匆忙啊 你太匆忙你怎么排便 那你早上养成排便的习惯 该做了就去做一下 那晚上能够排便 所以如果早晚能够这样子 至少可以减少这些身体废弃物 在身体里面堆积的时间 好 那么晒太阳的运动 运动是多鼓励的嘛 那晒太阳的话 有一些鼓励吗 晒太阳的话 要看上去是怎么样的太阳 那大家都知道说 阳光的照射 可以让我们皮肤产生维生素D 那么对于骨质疏中的防治 也有帮忙 可是太阳里面的紫外线 也是皮肤最大的杀手 那尤其我们在亚热带夏季的时候 所以要晒太阳的话 最好是早上七点钟以前 那你说那么早 那在其实就是九点以前 那么你从九点以后到下午五六点 这个太阳就不是很适合 那么适当地晒太阳的话呢 那可以让身体的这个身体的活力 尤其我们对于这个光线的感受 好像对整个生活的规律也有帮忙 可是假如你是在大白天 太阳很烈的时候 反而要强调的是防晒 好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一条一条来看 对于我比较疑惑的 来请这个医生解答一下 每天含植物生化素的蔬果汁 来清血度补充营养 医师你觉得呢 蔬菜水果多摄取 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 其实是我们的维生素以外的 可是打成果汁的部分 就有一点点要丢心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一样 一个苹果或一个蔬菜水果 那你把它打成果汁 你这咕嚕咕嚕 可能几分钟就把它喝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的唾液腺 也来不及分泌 那么我们知道在咀的过程之中 可以帮助我们的唾液腺分泌 那么你这个讯息 传到你的其他消化道 也让其他的消化液能够分泌 所以有很多人呢 如果你今天要问我说 这个蔬菜水果要用吃的好 还是要喝的好 那我一定会建议你用吃的好 吃的比较好 那当然有一些长辈 如果说牙齿的状况 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你可以把它弄烂 那另外呢 就是有的果汁是才过滤过的 那很多重要的植物纤维就不见了 对 所以呢 用喝的跟用吃的 还是有些不一样 还是吃的比较好 吃的还是比较好 好 那么再来还有一个是 餐前一小时喝一两杯蔬果汁 餐前餐后喝饮料或喝汤 这个讨论其实也蛮多的 也蛮多的 西餐跟中餐不太一样 是的 那医师你自己个人的建议是 这个东西我们要看看说 为什么原来这样讲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空腹的时候 对于食物会比较容易吸收 所以有些食物跟药品 尤其一些保健品 我们建议空腹的时候吃 那如果有人认为说 这个空腹喝了很多汤汁 那么会吸食你的胃衣 可是这个部分并没有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论证 所以呢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 汤汁里面呢 过多的汤汁跟食物混在一起 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 那比较不好的就是 用泡的盒 比如说你 茶泡饭 茶泡饭 或者说因为今天 西饭 西饭又不一样 西饭已经有煮烂了 但是我们知道 西饭吸收很快 所以对糖尿病的病人 就要避免 那如果比较不好的 就是说你用汤水 然后把食物就咕噜咕噜吞下去 那这个也要 失去了咀嚼的过程 那同时呢 它的颗粒比较大 对肠胃也是一个负担 好 那么留住骨骼 沁人奶豆浆 果仁比牛奶更好吗 有关于牛奶的部分 大概这十年来 二十年来的 饮食上的争论很多 对 那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牛奶里面的一些 弱蛋白 还有一些 它并不是那么适合 我们身体 可是我们要知道说 如果对于盖 很缺乏的人来讲 那么牛奶应该 还是一个不错的来源 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饮食均匀 尤其绿色的蔬菜里面 也有相当多的钙 那另外就是说 年纪大了以后 用钙片来补充 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好 那么在蔬果养生的部分呢 蔬果养生 现在很多的生机饮食嘛 医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生机饮食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用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 要含个人的体质 那么我们也会遇到少数的朋友 那么早上吃的这个蔬果汁 它的精力汤 吃上了相当的冷 相当的凉 对 太凉了 那甚至影响到那分泌 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放